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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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回0 然后再继续便利 第四个 又是1 对吧 把1 出现过一次 然后跟2比呢 比2小 对吧 所以不用做更新 然后再来看第三个 又是个1 对吧 所以1变成2 然后跟2比呢 一样 所以不用去做更新 然后第三个 又来到个1 对吧 所以1 再加一次 变成3 3跟2比呢 比3 3比2大 对吧 所以做个更新 最多就变成3 然后发现什么 发现我们额类已经便利完了 对吧 只有return 最多1就是什么 就是3 好 那这样子很快的 失录就便利完了 马上把这个code来写一下 我们有一个adapt 然后呢 叫它什么呢 find max once 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个input 然后input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list 然后呢 是一个什么 里面是integer 那么output自然也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integer 对吧 然后马上把什么 把once 定义出来等于0 然后呢 这边写一个max once 也是等于0 然后开始干嘛 for什么呢 for num in input input 然后开始去便利它对吧 然后这边就可以说什么呢 if什么 if num 它等于1的话呢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是不是once 就加等于1 然后呢 max once 就可以干嘛 去利用我们的max方程对吧 然后把自己放进去 然后再跟什么 再跟once 去做一个比较对吧 然后呢 不然的话呢 如果它不是1的话呢 我们的once 就干嘛 归零 对吧 重新再计算 然后只要return什么呢 return我们的max once 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子code很快就写完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基础题 然后可以练习一下我们的max方程的运用 对吧 好 然后看一下time complexity 是不是很明显是什么 of n 对吧 where n is什么 lens of input 对吧 因为什么我们每个 element 只便利过它一次 然后space complexity呢 我们没有用到任何的data structure 对吧 所以自然而然就是什么 constant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好 我们马上把 刚才的code把它打上去 好 我们说我们要一个once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max once 也等于0 然后for什么呢 for num in nums 一个一个去把它做便利 如果什么 如果 nums1的话呢 那我们干嘛 once 就把自己加1 然后呢 max once 等于什么 等于max 然后呢 max once 跟什么呢 跟once去做个比较 不然的话呢 once就等于 干嘛 把它归零对吧 然后就只要return什么呢 return我们的max once 好 很轻松的 愉快的就把它解出来了 那希望大家面试都能碰到这一题 好 不要忘记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岸时间的晚上10点 我会定时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复习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